暖心工程解决急难筹判问题 真是喜从天降 我随军不久就找到了工作 感谢部队为我们随军家属办实事简难题 2月下旬 在海军某视讯区随军家属就业 专场招聘会现场 刚刚拿到就业聘书的军署张燕基洞弟说 去年以来 该视讯区党委着力开展暖心会兵工程 通过召开官兵意见肯谈会等方式 掌握官兵实际困难 研究解决办法 他们制定为官兵办实事计划 精简优化为兵办实事服务流程 切实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 让官兵后顾无忧 据了解 该视讯区坚持人往基层走 进往基层史 专门成立重大任务解难帮困工作小组 先后与海军工程大学 燕山大学等军地院校对接 通过人才共誉为官兵成长成才铺路搭桥 筹建及运动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官兵之家 改善官兵生活环境 协调驻地政府 企业开办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 适时组织军地联谊活动 解决随军家属就业和大龄官兵婚恋难题 官兵有呼声 党委有响应 机关有行动 随着暖心汇兵工程推进 官兵的实际问题不断得到解决 幸福感和归属感明显提升 在此次举办的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上 该视讯区三十余名随军家属找到了称薪的工作 事关孔一鸣表示 组织为我们清心解难 我一定要干好本职工作回报组织关心